英国内陆最大的湖是尼斯湖 是一个大约40公里的他妈的大湖 最深的地方比你现在隔壁女友的内心还要深 约240公尺 传说都说了是传说 不要问问问 传说湖底有许多洞穴 唯一联络水道是尼斯河 请记住 是尼斯河 这个他妈的大湖盛传有大怪物 当地流传这个王八蛋大怪兽出来找美女 阿富说错了 是常常出来吃人 关于这个变态水怪最早出现大约在公园565年 公园是什么你自己去谷狗 不懂问你老师 那个时候有个传教士和他的仆人在湖中鸳鸯汐水 不又说错了是普通游泳 哈哈哈哈 突然水怪应该是看中这个仆人美色向他扑过来 多亏那个教士不懂用了什么怪招救了他 那个仆人才保住了性命和不懂还是不是处子之身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多白痴不懂是真是假都说有看过水怪 不多大概一万多个case比你一毛还要少 接下来就是说说目击案件 据有关资料记载 1802年也就是你连金子都不是的年代 有一个应该生活很大压力的农民 他叫亚历山大 他有一天在尼斯湖边工作时突然看见一只超大怪兽浮出水面 形状比你龟头还奇特很杀气腾腾向他游过来 吓得他高丸大小力的慌忙逃跑 1880年又是一个你还没出生的年代 有个潜水员叫邓肯 他潜入尼斯湖底检查一艘失事船的残骸 放心不是铁达尼号 他也无法潜到那个深度 他潜入才一会 就发疯神经病逝的狂发信号 就像你女友一个人去夜店你吓死狂发信号那样的程度 大家迅速把他从谷底拖拉回来 他脸无血色 全身发抖 一句屁话也说不出来 他被医治和休息了几天后 才说出他那时潜入湖底看到了什么 原来他看到一只巨大无比的怪兽 兮兮在湖底的一块大石上面 看着他 他妈的还瞪他 怪兽好像一只大青蛙 很可怕虎视眈眈的望着他 他吓傻了 差点昏了过去 我猜他平时吃很多田鸡 心里有鬼对方是不是田鸡祖先来报仇 1928年1月 有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女儿在尼斯湖边散步 突然那个变态巨大怪物从水中探头出来 就是他妈的可怕邓人家 他安顿好孩子后 替高人胆大居然开快艇追踪 但水怪已经迅速潜入土底了 不再现身 他应该是想 还是逃跑比较好 这个疯子爸爸居然不怕我还追踪我 哇靠 我只是瞪一眼罢了 这爸爸太可怕了 同一年 一个保险老富翁 名叫爱德华 曼提 居然组织一支摄影队想将怪物拍下来 这就是有钱人有钱有闲的玩意 你羡慕布莱迪 这富翁怕别人说他造假 居然在湖边很多角落安装照相 机供数十台 有一次证明了他比你有钱 呵呵呵 他的团队很幸运开到21次 可惜不太大 而且捕抓相片时间不是大 今早就是傍晚 而且怪物速度奇快 很难拍得清楚 但他的团圆一致 一口同声说出怪物的特征 头小身大背部有两个驼峰 场景末端是一个三角形 最后就是要看你 那一眼 我看你 你最后看你